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今天是2020年的10月4号星期三 那么今天也是本周的中间的时间 今天盘中看的话 三大股子还是弱势盘整 今天的成交量相对昨天而言略为萎 整个市场的心态出于观望情绪 大家看的话非常明显 那么今天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我在两个月之前跟大家讲 我说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那么起码说到这个地方要观察一下 市场可能面临方向性的选择 但是从目前市场的表现来看 这样的一个反弹的力度还不是很强 那么之前所有的预期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都已经落地 所以说我们市场最主要的 要分析市场的因素来自于哪里 就是从技术角度 我想的话基本面宏观政策等等 我觉得它应该作为一个参考 毕竟决进市场如何走 那么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上 量价时空这几个要素非常关键 所谓成交量价格时间周期 包括这个整个的骨子的这个空间的分析 那么这几个要素呢 实际上是最贴近我们实战的 那今天的这个两次当中 我观察了一下 整个大消费板块的包括汽车 包括包括医药包括家电 整体来讲资金流入力度比较大 那么还有就是银行板块 今天的这个主力资金的净流入力度也比较大 那么其他的来讲就是 元器件或半导体板块里边 有一些这个主力资金的流入 那么今天两次当中呢 涨停的仅仅是28家左右 包括这个科创板的涨停 20%幅度的涨停啊 创业板和科创板都是这么一个幅度啊 新规出来以后啊都是这样 那么其他的主板的10%啊 涨停的 有这个也有一些啊 加起来28值 今天跌幅啊超过9个百分点以上的 一共是14值左右啊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今天的盘面啊 整体来讲呢 呃表现啊 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疲弱 市场呢 还是没有呃 一个比较强的一个信心继续上工啊 接下来我们看图板啊 那么这张图板啊 我就不细说了啊 之前呢给大家讲过大小结构 呃当前的一个中期调整啊 这么一个逻辑就是 大结构中轨 小结构的粉红色上行碰到的上轨 他就是压力啊 那么目前的呃短期内啊 支撑还是在粉红色上行通道的下沿的位置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板 那么这是今天的大盘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日K线呢 今天收了一个小心线成交量 大家看看啊 今天的成交量是明显的萎缩 是吧 然后呢 市场显得比较犹豫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呃后面怎么走 我认为啊 不会一蹴而就马上上去 那么在这根阴线 大家看到没有 就这根阴线啊 那这根阴线呢 是前啊 上个礼拜 左右啊 应该是上周啊 上周几啊 我就记不太清了啊 就这根K线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 那么它的一个呃 K线实体的上沿和下沿之间啊 应该是短期震荡的一个阻力啊 那么到这个地方不免后市还可能会什么呢 还可能会啊 在这个地方来回纠结啊 来回纠结啊 这样这个概率不排除 当然我们说希望说阳线啊 进一步上冲 那么抵达了下方的这个非常关键的啊 这个压力线啊 我之前跟大家讲 就是两个高点的连线 那么反弹到这个位置之后 市场还会延续它一个调整啊 所以说呢 一方面来讲 逻辑我跟大家讲的非常清楚了 也就3152点的缺口是留不下的啊 最基本的啊 大家是稍微如果是研究一下技术分析的角度来看 这种大级别的缺口是留不下的 留不下怎么样 会补呢 呃 后市呢 反弹到压力位附近 还是继续向下去回补啊 所以一定要提防 后面可能还有一次洗盘的动作 从中期角度来讲呢 实际上呢 有些啊 这个蓝筹啊 有些这个低估值的蓝筹呢 现在可以逐步逐步的 每次只需要调整 下来就可以加一点仓 或者是买一点啊 开始呢 你一个建仓的准备 但现在呢 我认为时间还稍微早了那么一点点啊 呃 不妨这个地方还是维持啊 清仓博弈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板 昨天我跟大家讲到有色啊 呃 这个是红色的压力线啊 属于中长期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整体的有色板块指数 现在看的话 还是一个大型的空头形态 但是我们从局部来看 粉红色的这根 呃 这根线啊 前面是压力啊 前面是压力 后面转支撑 那么有望了 在中期这个位置啊 有望中期走好啊 这个一个概率非常大 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实际上跟骨子的节奏是差不多的 也是一个小心线啊 这个地方也是非常明显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有色这一块啊 在粉红色这个这个线啊 这个附近再有机会震荡的时候 粉底可以啊 继续关注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操作系统一样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坐标呢 我采用是普通坐标啊 普通坐标的上沿 两个高点和次高点构成它的一个压力位啊 那么这个地方压力啊 这个地方压力 那么在下方的关键两个低点啊 春节后的2月4号 呃 前天的这个 呃 这个这个 这个 K线啊 这个最低点 刚好踩到位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什么呢 角度略为向上的一个大区间的震荡啊 操作系统板块指数啊 或者是概念指数 它跌到这个位置 大家就应该啊 应该注意这个地方应该有低息的啊 这么一个机会啊 那么从短线角度啊 或者从中期角度也可以啊 就是当前如果再给你弱势震荡 再踩一脚形成双底或者是头肩底形态 后面我想出这种形态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但是这个从现在开始啊 就可以逐步逐步的啊 这里面的一些个股可以去呃 可以去关注或者是做一个建仓了啊 那么有呃 这个板块叫5G的概念指数 大家看一看 这个整个的概念指数 2018年10月份以来维持大型的红色上行通道运行 那么这个粉红色的局部的通道是代表春节之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到目前的一个走势 我们看一下局部啊 5G的整个的概念指数啊 这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啊 在这有个低点正好踩到了粉红色上行通道的下沿 然后中间呢有几个支撑啊 这都是支撑 那最近呢 我们看到粉红色的下沿在这个位置受支撑 实际上当前这个位置是两根非常关键的趋势线支撑 一个是红色的大型上行通道的下沿 一个是局部的粉红色的呃 上行通道的下沿啊两根线的支撑支撑力度非常强 同时我们观察一下MACD两个金叉是吧 柱状线在这缩短绿色的柱状线之前还非常长啊 现在呢缩短说明MACD出现日线级别的底背离的概率非常大 而且这个地方一旦形成金叉啊 二次金叉啊 就MACD形成二次金叉 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确立啊 结合它的一个支撑线啊 趋势线的支撑 两个因素确立啊 这个地方就会产生一波比较强的啊 反弹行情 那么当然了 他有没有说继续呢 在这个粉红色下沿通道 在这个位置来回啊 来回磨一下 我想这种概率也存在 但是进一步向下大幅调整空间已经很有限啊 非常有限 所以5G概念呢 又作为一个说战略性的新产业啊 作为这个新基建的一部分啊 这里面有些机会 大家一定要关注 当然有的朋友问了 说是张老师啊 你看看这个新能源车这几天不断穿新高啊 到底怎么看啊 当前我们还应不应该去追涨了啊 新能源车大家知道啊 这个板块里面有几个 非常大的蓝筹股 就是宁德时代 比亚迪和上海汽车啊 等等 那么这几个大的蓝筹啊 把这个板块指数带的啊 最近带的非常凌厉 但是从板块指数的角度 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 我们先看一下下方的一个复途指标啊 复途指标呢 是一个超买超卖型的一个复途指标啊 这是我自己设计的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蓝色的这个曲线 顶到100的时候 这都是周线级别的顶部啊 同样这个地方顶到100的时候 这也是周线级别的顶部 那么本周我们看一下啊 尽管本周还没结束 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 呃 红色的啊 不刚是蓝色的这个曲线了 红色的曲线 更大级别的也到了100的位置 说明这个地方属于是严重超买的位置啊 所以这个地方你说追高 我认为啊 从中期角度这个地方不能追高了 短线可能有一定的惯性 但这种惯性也是有风险的 为什么这样看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箱体啊 这个箱体从这开始算起啊 从这开始算啊 然后我们取上面的两个高点啊 这是箱体 往上延伸一倍 我们看到最上方的这根 这根红色的水平线 距离当前的新能源车概念指数的点位 非常接近了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认为啊 这个呃 不管是中线还是短线 这个地方啊 要观望一下啊 不要说一急动 哪个大涨就马上追进去啊 所以说这两天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有不确定性的因素存在 同时我们观察一下 新能源车今天实际上是 呃 一半呃 翻红啊 呃 一半翻绿啊 基本上还是非常分化的啊 这就也就是几个大蓝筹啊 把板块指数带起来的啊 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呃 关于今天的投资观点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看来的 然后我看来的 我们有一条 对呢 我们的第一条